馬安 歡迎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是主持世榮 明晚就跑馬仔 明天有馬跑 大家不知道跑完馬仔收獲如何 不過無論如何 都要記住9場賽事 6.9就已經開跑了 因為最近 有馬跑 蘇明倫又犯規了 未長期那隻極速王 令到他又要再罰兩個賽日 變相在香港客串的時間減少了 這股比利時旋風 就為香港的沿岸賽馬 帶來不穩定和寒冷的天氣 由季初到現時為止 大熱門的勝出率是29% 相對三甲率是62% 我們一起用天仔 看看沒有天氣先生 在谷草有什麼賽事的預測 可以見到三場一好一檔那匹進神 上次在一組非常強的賽事裡 跑了進去輸四個馬位 但是大家留意這個賽馬報告 你會見到它是氣管內有痰 和匯厭被覆蓋 即是說其實氣頭也不順 而你看到這場裡三甲的馬匹 銀河飛馬再出就已經保中 甚至乎在牠身後比較後的位置 亦都有不少有實力的馬匹 譬如木火同名再出也爆冷贏馬 亦都見到很多馬 相對地已經在前列馬群回來 變成晉神雖然會厭被覆蓋 不過如果因為這樣意外 換來一個可觀的賠率再減7磅 在一組不太強的情況下 四加三難抽到一檔 其實相當理想 大家記住有這些情況 一定要訂閱這個頻道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